我是一名留学陪读妈妈,发现青春期的儿子有频繁强烈的哪方面生理需求,为了正确引导他,我和一位从事封马秀托衣舞表演的少妇定了一个大胆的交换协议,我教育抚慰他儿子的身心,他却要做我儿子的,日日夜夜傍晚回家,竟然听到儿子房间里,传出一阵阵令人脸红心跳的喘息声。 悄悄走近,透过门缝,我看到儿子赤裸着下半身,左手拿着手机,右手正在上下快速拨动着,手机屏幕上正播放着堪比的风马秀的托衣舞斯密表演。 爸爸,使劲,用力扇我,啊,我是爸爸的,好舒服,好喜欢啊。 耳机的质量似乎不太好,隐约传出女人们无比兴奋的声音,儿子的呼吸声加快,不停地低声爆粗口,最终身体颤抖,瘫软在床上。 难以想象,平时阳光高壮,温文尔雅的儿子在做这种事,居然还说脏话。 我叫白冰,虽然已经三十六岁了,但岁月对我还是很温柔的,我的肌肤通体白皙无瑕,曲线优雅,风蓝高耸,妖戏臀翘,浑身散发出少妇独有的曼妙风韵,身体还依然有着少女的鲜嫩和紧致感。 事情还要从两年前说起,为了让儿子不用在国内参与激烈的高考竞争,我和儿子爸爸决定送他去国外参加高考, 准备考巴黎最好的理工大学,当时儿子年龄还比较小,刚成年,国外的环境比较开放,我们不放心儿子自己一个人去,担心受到环境的影响。 老公让我辞去工作,陪儿子出国读书,陪儿子海外读书的这段时间,在我精心照顾下,儿子身体发育得很快,看着比同龄人成熟得多,也越发高大帅气了。 而我除了照顾儿子的衣食起居,剩下的就是就是面对寂寞孤独。 在国外的时间,因为外语水平比较一般,我基本很少和当地人接触,生活变得更加枯燥无味,只能自己面对孤独而又单调的日子。 一个人的时候,自己哪方面的需求就会更加强烈,只能通过视频和老公自我抚慰,缓解下自己。 因为时差的原因,和老公视频排解的机会越来越少,但是我生理上的寂寞和渴望却变得更加的强烈。 就像憋着一股火,总觉得需要一些露水来滋润。 今晚,看到儿子的事,也让我感受到受压抑的不单是我,还有我的儿子。 儿子张瑶已经是18岁的成年人了,年少气盛的他正处于和尔蒙饱满的时期。 青春期的男生有哪方面的生理需求也算是正常的吧。 好在儿子的学习成绩一直在年级名列前茅,我也就没怎么过多关注放心上。 不久前,儿子在高中认识了一个好朋友刘宇。 刘宇从小学和家人一起搬到巴黎生活的,中文还是挺不错的,同时对巴黎也会非常熟悉的。 儿子经常带刘宇回家学习。 他身材高大健硕,有一头浓密的黑发,面容俊朗,眼神犀利,颇有些法国人的浪漫气息。 猛的一看,还有我当年读书时校园初恋的感觉。 刘宇父母是做跨境生意的比较忙,听说一直都是刘宇的小姨在照顾自己的生活。 时间久了,刘宇也就开始留在我家吃饭。 这天我穿得比较清凉,丝袜,短裙,黑色的镂空蕾丝上衣,把我的肌肤衬托得更加白嫩细滑。 吃饭的时候,感觉刘宇眼神时不时往我高耸的胸口偷看。 当我和她眼神不经意撞在一起时,她慌乱地避开,白净的脸蛋立马就通红了。 小宇,阿姨做的饭口味怎么样?和你胃口吗? 为了缓和气氛,我随口一问,味道刚好,阿姨,我很喜欢吃你做的饭,特别是做的奶果子,很甜很滑,想天天可以吃到。 突然的话语停顿,让我听得浑身躁热不堪,可能是太久的寂寞让我觉得这个话语就是在挑逗勾引我。 喜欢奶果子,以后阿姨给杨杨做的时候,也都给你准备一份。 我立马回到现实回答,没想到自己都快奔四的人,还会让小鲜肉惦记,哈哈哈哈不由地暗自窃喜自己的魅力还是不减当年了。 聊天中发现我们两家竟然住在同一个街道社区,同时也留一份刘宇家的地址和电话,打算后续有时间去串门拜访一下。 一天在给儿子收拾卧室,竟然在儿子的床下面发现了一张风马秀的宣传海报,上面有性感的脱衣舞娘,穿着暴露,只有两片乳贴和私密处的几片布条遮掩,几乎是赤裸着身体。 看到这个我整个人猛住了,一向听话懂事的儿子怎么会看收藏这种海报,担心儿子会产生乱七八糟的想法会耽误学习。 我带找个机会和他好好聊聊这个了。 床头日历上圈住的日期和海报的表演日期竟然一样,定睛一看那不就是今晚吗? 难怪他早上出门前说晚上住刘宇家不回来了,竟然是有这个打算啊。 气得我只想跺脚,儿子怎么都变成这样子了? 我首先拨刘宇家的电话,判断儿子这会是否在他家。 喂,请问是刘宇家吗?张阳在你家吗?拨通电话。 我焦急地把问题都抛出,是刘宇家。 刘宇他今晚不在家住张阳同学家了,不在这啊。 我是他小姨,你是谁?找他有什么事? 我可以传达给他对面惊讶的回复。 啊,我是张阳的母亲。 他说今晚住刘宇家,那他俩都不在家的话,那他俩是不是去看风马秀表演了吧? 我快速把自己知道的和猜测说给了他。 我俩便约在了社区广场间,一起打车去风马秀脱衣舞会所。 这是第一次见到刘宇口中的小姨莉莉,看着他身材十分劲爆,该大的地方大,该小的地方小,穿着丝袜的修长大腿。 白色的果臀裙把他白皙的肌肤硬衬得更加白紧。 丝毫不属于那些性感的五星,简直是人间极品。 司机给我俩放到红灯街区,说车不允许进入商业街。 正愁找不到地址的时候,走。 我带你去莉莉似乎对路线很熟悉,好像经常来过一样,没多久带我找到了会所的入口。 进入会所我整个就昏了找不到方向,反而莉莉都是很是淡定自如,拉着我的手带我一起找他俩。 会所里面灯红酒绿,一眼就看到舞台上的表演的女人们,涂抹着热烈的大红唇,一个个穿着各色的情趣内衣,十分暴露。 整齐地扭动着身体,一座座巨峰上只有一片贴纸音乐会遮挡着,有的甚至只有几片布挂在身上。 在灯光的配合下,女性身体的性感嫩媚的线条展现得淋漓尽致,看到的几个动作都是包含漫漫的性暗示。 同时还有的在模仿男女交合的动作,看得让人头脑发热,转了一圈,看到卡座上,他俩正一人抱一个女人在肆意地热吻。 我拉着莉莉迅速冲过去,就直接给张瑶一耳光,拉着他俩往外走,出了会所。 我和莉莉把他俩劈头盖脸地怒骂一遍,但看在路上很多人在看我们,考虑点男孩子的自尊心,也给我们自己留点脸面。 我和莉莉说道,莉莉,这里人太多了,咱们回去再好好说这个事吧。 随后我们打车各自回家,一路上整辆车的空气都是非常的安静,到家我就实在忍不住自己的怒火了。 张瑶,你怎么搞的,为什么会干出这种事? 爸妈辛苦赚钱送你来巴黎读书,就是让你来喝酒玩女人吗? 妈,我错了,对不起,让您失望了。 我再也不去了儿子哭着脸声道歉。 是你自己去的,还是被刘宇带去的? 我又追问道,是,是刘宇说,可以帮我破处。 让我体验一下儿子连忙回答,好,这次妈相信你是被人带坏的,你要好好学习,要以学习为主。 有些事情等你考上大学交了女朋友,自然就会经历的。 我认真地给儿子说,对了,以后尽量少和刘宇一起玩了,你做好自己的学习我赶快补上这点。 好的,妈,我知道了,儿子很坚定地大答应了,这件事也算就这样过去了。 但是儿子的学习倒是下降了,已经从年纪排名倒退了80名,还是很令人着急的。 而且发现儿子的内裤上的污渍又多了起来,床头的纸也用得飞快。 我偷偷观察儿子的频率是大概一周三到四,我还退一去网上查阅了。 这个频率在一个男孩的青春期属于正常,同时也查这个情况大部分原因是因为身心压力过大产生的。 无法通过合理的途径发泄出去而导致的。 我算了算还有一百多天就要迎接高考了,这可能就是儿子现在的最大压力吧。 作为母亲,真的不知道如何帮他减轻压力。 正当我在想怎么找他聊的时候,门铃突然响了,莉莉过来和我聊他儿子最近基本每天晚上都自卫。 学习成绩也出现下滑的厉害,还有三个多月考试。 咋办啊? 说着说着,他差点急的哭了起来,原来他遇到和我一样的问题。 冰冰姐,我,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,你看要不要试试莉莉接着补充说,我这个想法有点超前。 你听了别生气啊,莉莉扭扭捏捏的说,你说吧,是要是对孩子们好的,都可以的我认真的告诉他。 给他一颗定心丸,让他快点说出来,就是护换儿子,满足对方孩子的生理需求莉莉郑重地说,啊,你有病啊,这怎么可以,刘雨又不是你的儿子,你怎么做主我还是不太能接受。 莉莉见我生气,连忙安慰道,其实刘雨是我的亲生儿子。 我年轻的时候追星,曾经很喜欢的女爱都参加过风马秀,我也跟着参加了,没想到被人下药,怀上了刘雨。 我姐看我太小打胎对身体不好就落她家户口了,咱们单纯说也无法克制她们的需求。 就算不去会所,她们找女朋友也有风险啊,国外的女孩都比较开放。 你说儿子们不小心碰到不检点的坏女人,染上艾滋病什么的一生就全毁了,更何况马上就要高考了,也不能让有她们分心在这些事情上呢。 最重要的是咱们可以正确引导她们,树立正确的性观念,快速聚焦把学习搞上去。 再说了,你自己难道没有需求吗?都是女人,我还能不知道,年轻小伙子,金刚头,火气大,猛着呢?对咱们四个都是好事啊。 莉莉似乎说的有点道理,同时让我想到了刘雨那健壮的身体,不禁的有点心动,忍不住夹紧了腿。 我考虑了一晚上,第二天还是同意了她的建议,但是要求高考后两家就不再联系,她欣然的同意了,我俩商量周末以各自帮忙做饭为理由到对方家里,开始紧张又刺激地交换儿子的密室。 转眼周末到了,这天我特意穿了莉莉送我的情趣内衣,穿上这个衣服感觉自己比风马秀五娘都性感撩人,然后简单套了一件肉色镂空蕾丝的吊带睡裙,柔顺地贴在我的肌肤上,把我凹凸有致的身形完美地勾勒出来,外面则套了一件短风衣,用来遮挡一下我丰满圆润的身材。 我按照莉莉的嘱咐,走进了她家,看到她还在卧室换衣服,她的身材竟然也如此火辣,整个身材前凸后翘的,饱满得像一颗快要爆制的水蜜桃,和她简单聊两句,我还特意给她两个超薄的安全套套,她就去找我儿子了。 小雨,在干嘛呢?阿姨来喂你吃奶,奶果子吧。 我把奶果子放一边,缓缓走向刘宇,边走边脱掉外套,露出我的雪白的肌肤,而她一看到我,眼睛就盯着我的高耸的胸口,再也移动不了。 而我看到刘宇那高大壮士,她的肩膀宽阔,胸部坚实,手臂和腿部肌肉线条清晰可见,看到我心潮澎湃,春心荡漾,莫名地兴奋起来。 阿姨,我好想念你的奶果子啊,终于又可以吃到了。 小雨,阿姨突然有点胸闷得很,你来帮阿姨看看。 我说着走过去,故意把身子弯下,拉着她的手放入我的胸口。 顿时,我感觉到刘宇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,感觉像一头即将觉醒的野兽。 突然她用大手撕开了我的睡衣,狠狠地把我压在了身下,一点点吞去我身上仅剩不多内衣,柔软又嫩滑的舌头在我的嘴里探索着,又滑到我的耳朵上亲吻,整个人酥酥麻麻的,然后瞬息我的脖子。 异常地舒服,紧接着把头深深埋入了我的双峰之间,用舌尖倾填我的每一片肌肤。 这是多么久违的快感,像久汉的大地获得满满的滋润,整个人都湿润了。 明清的身体果然不一样,带给我的冲击远非老公可以比拟的,能够一次又一次地把我送到高峰。 事后我慵懒地躺在流雨结实的胸上说道,小雨,舒服吗? 恩恩,冰冰阿姨,很舒服啊,特别爽流雨爽快地回复我,同时双手抱紧了我。 其实冰冰阿姨,我一直喜欢你,从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心动了爱上你了,每天做梦都是你,流雨竟然不假思索地对我表白了。 阿姨知道你和洋洋高三的学习压力比较大,阿姨怕你俩学坏,放纵自己的欲望。 认识不干净的女人,可能会染上传染病。 只要你答应阿姨不再去那种地方,同时也要满满学会克制自己的欲望。 阿姨就每周来陪你一起做运动,好不好? 好啊,太好了。 刘雨兴奋地答应了下来,这天夜里,儿子睡得很香,没有再出现异样的喘息声。 我俩考虑到一次教育可能达成不了目的。 之后我和莉莉约定,每周二,周六我去她家抚慰教育小雨。 周三,周日她来我家安抚教育洋洋。 两周的时间,洋洋的学习成绩便恢复了,甚至比之前的还要好。 整个人也阳光开朗了很多,说明我们这个方案该是有效果的。 当然我和莉莉的需求也得到了很好的满足。 这种双重满足感让我们荣光焕发,心情也好了很多。 我们除了帮助孩子减轻压力外,还要教他们如何善待女孩, 纠正他们在某些国家的小电影中看到的那些伤害女性的错误认知。 我们采取寻寻善诱的方式,教导他们男人应该如何爱一个女人。 这种爱并不仅仅是在身体上的,更是要承担起责任和勇气担当。 同时尊重女性的思想和感情,学会正确对待的两性关系。 一个月多来,儿子夜里不再有那种情况了,就连内裤也越发的干净了。 同时儿子学习成绩大幅度提升,还获得了奖学金。 但让我没想到的是儿子用奖学金给我买了件衣服,也偷偷给丽丽买了一件性感内衣。 这件事不免让我有点嫉妒,但也恰好儿子有了责任心。 说明我们的教育是成功的,但是一次偶然的机会,让我对丽丽和洋洋的关系震惊了。 是爸爸的安依吗?天生伺候老子的,是不是?是的。 我是爸爸专属接哀,用力打我,好喜欢这一句句对白,简直刷新了我的认知。 他们是扮演主仆卡索威吗? 透过门缝,我看到莉莉身上一丝不甘地跪在地上, 臀部有一个类似狗尾巴的毛绒玩具,左右摇摆着,活脱脱扮演着动物, 嘴里喊着儿子的手指,肆意地卖弄着自己的风骚模样, 洋洋穿着黑丝长袜,正惊畏作的,嘴里一直粗口着嘛。 这个场面让我想到之前儿子偷看的类似风马秀表演的视频, 原来儿子很早就喜欢上这样的情节。 我真的想象不到,平时乖巧的儿子, 私下竟然喜欢这么玩这么大。 为了不伤害儿子的自尊心,我忍了下来,等他们结束, 我找莉莉谈谈,事后我找机会和莉莉聊了她和儿子的考虑情节, 表达自己对这种情节的不认同,感觉会带坏洋洋, 也觉得这种事情是会影响儿子身心健康的发展。 莉莉,我觉得你和洋洋现在的状态不太合适, 这种关系对洋洋的成长很不好,我找到莉莉很严肃地说道, 冰冰姐,你放心,不会带坏洋洋的, 她就是最近学习压力大,需要发泄的渠道, 我刚好觉得挺刺激的, 就和洋洋保持了这种主仆的Cosway玩法, 莉莉赶忙解释道,那也不能用这种方式吧, 这有点变态吧,咱们还是暂停这种关系吧, 对孩子的影响太大了。 莉莉,我不需要你用这种方式教育我儿子, 她也不需要这种变态奇葩的方式, 我们不要联系了越说我就越生气, 什么,我们变态,行吧,那你也别碰我儿子了, 不联系就不联系莉莉此时很生气了, 回对我,现在距离两个孩子的高考还有六十多天, 本想着等到儿子高考完再结束这段荒唐的关系, 从此之后,我们两家就不再联系了, 就算在街道遇到也不会打招呼, 我也特意叮嘱杨杨,不要再和刘雨家的任何人有来往, 把我住最后这两个月的学习时间, 这是最重要的事, 可是,我发现儿子的精神似乎又变得恍恍惚惚, 整体有点心不在意的样子, 黑眼圈也明显加重了, 儿子这几天总是有意无意地给我提起想恢复这种关系, 想见莉莉,感觉想着磨了一样, 我冷脸多次拒绝她的想法, 然而洋洋的学习成绩又出现了明显下滑的迹象, 这样下去怎么能考上重点大学啊? 我内心又开始焦虑起来了, 再反思自己当时是不是考虑得不够, 不能突然就恰断这种关系, 孩子可能一时受不了, 但自己又不太能接受儿子变成这样子, 这两种矛盾心理反复地冲击着我, 让我最近都失眠难以入睡, 这天晚上我还是辗转反侧无法入眠, 想去看看儿子有没有睡, 没想到儿子的房间竟然是空的, 人都不佳, 难不成又去找莉莉了, 我立马穿好衣服去莉莉家, 到莉莉家, 我拿出之前关系莉莉给我的备用钥匙, 我还没来得及归还, 我流畅地打开她家房门, 我直接冲进去发现杨阳安静地躺在莉莉的怀里睡觉, 像一个乖巧的小奶狗, 实在想不出之前的那种情景, 我本想上前拉走杨阳, 莉莉看到我比出一个虚的手势, 莉莉轻轻把儿子放下, 捏手捏脚地走出房间, 缓缓关上门, 冰冰姐, 你也看到了, 杨阳是很喜欢我的, 我也喜欢杨阳, 她离不开我, 我也离不开她, 要不咱们俩家重新开始吧, 可以吗? 莉莉有点恳求地对我说, 那你保证不会和杨阳在座那种奇怪的, 她虽的情节, 其实我看到杨阳安静地睡觉, 内心已经有点动摇了, 但还不太能接受自己儿子玩这么开放, 冰冰姐, 我保证, 我一点点纠正我们这个关系, 高考结束一定让杨阳恢复正常, 莉莉很认真的回答, 行吧, 那我们就再继续吧, 我想了想, 为了儿子的学习, 还是再坚持一段时间吧, 至少到考试结束, 那我儿子呢, 你也要继续安抚他, 他现在也是无法离开你, 莉莉立马追着说, 当然可以, 我们坚持, 还不等我说完, 刘宇就从自己房间跑了出来, 冰冰阿姨, 你终于来了, 我好想你啊, 边说边把我往他的房间拉, 一点不考虑旁边还站着莉莉, 来到刘宇的房间, 刘宇匆匆忙关上门, 像饥渴多天的恶狼一样, 把我扑倒在床上, 大手在我身上肆意地游走, 再一次感受到这个紧实又年轻的身体, 我自己都沉醉在这个温柔箱里, 无法自拔, 但理智让我清醒了一下, 我推开刘宇的手, 严肃地问道听你妈说, 你自己的成绩也下滑了, 阿姨, 因为我一直在想起, 脑子和身体都不受控制, 刘宇一脸无辜地看着我说, 那阿姨以后继续来陪你, 你要重新把学习搞上去, 知道不? 恩恩, 知道啊, 阿姨刘宇脸上洋溢着阳光灿烂的笑容, 这一刻让我想起自己年少时的初恋模样, 感受到刘宇压抑已久, 这晚我被纠缠了好几次, 最后差点没有走路的力气, 回到家, 看到杨阳已经躺在自己的床上睡着了, 我们就这样默许地又开始了交换儿子, 接下来的一个月里, 儿子的学习恢复正常, 按这个水平继续保持, 上重点理工大学是没有问题的, 我和莉莉也在逐步减少对孩子的安抚, 让他们慢慢控制自己的欲望, 当然我对莉莉和儿子的事还是有点不放心的, 经常偷偷地看他俩在一起的情景, 的确莉莉说到做到, 他俩的尺度在一点点地变小, 我心里也算是放松了一些, 不出所愿, 高考结束, 小宇和儿子考得都很不错, 也顺利地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, 我和莉莉也按照之前的约定, 彻底断了两家的联系, 我们也彻底忘记在巴黎经历的事情, 我带着杨阳回国和老公团聚, 虽然偶尔和老公那样的时候, 会幻想是和刘宇的缠绵翡测的情节, 但李直告诉我, 绝对不能再回到过去那种荒唐的日子, 要珍惜眼前幸福的家庭, 杨阳高考完也感觉长大了许多, 整个人成熟了开始帮助爸爸处理生意的事, 听说莉莉在刘宇高考完很快就嫁给了一个韩国人了, 我的心也算彻底放下了, 可以, 突然有一天, 我收到了一封信, 心想这年头还有人写信呢? 我半信半疑地打开信封, 里面是一个宴运棒, 上面有两条杠, 还附带一句话, 这个孩子我会好好养大的, 我马上看了下地址, 竟然是韩国某事啊, 难道是我儿子的? 我觉得永远保守这个秘密, 不会告诉儿子, 随后因为老公生意原因, 我们也搬家到了新加坡, 彻底要告别那段荒唐岁月。 女朋友在叫舍牙中前面, 独播剧场—— 只有北京文iska仍行限 便是用他认导的玉 hon补运 Ho Liep猩带来,